一舉手一投足 三軍儀隊駐點中正紀念堂 交接儀式往往吸引大批觀光客 特地前來觀賞 但儀隊去留一直是轉型正義中重要議題 三軍儀隊如果真的以往所謂的自由廣場 那它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國防部赴允它的操練的意義是什麼 是觀光嗎 三軍儀隊現在有關 它要如何進行操演 現在是文化部在主管 又有將我們的主張傳達給文化部 也就是說將三軍儀隊從市面 離開堂地 自由廣場來進行操演 顧立雄表示三軍儀隊撤離堂體儀式 儀和文化部協調差不多 至於執行時間仍要由文化部配版 國防部則是完全配合 文化部跟國防部就持續在研究 這整個儀式包括駐港 或者是交接儀式的舉行的地點 那正確的方案我們會提報到 轉型正義匯報上做最後的確認 畢竟這是跨部會合作 並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部會說的算 而文化部的最後定案 將提報轉型正義匯報 也就是在今年九月或十月召開 因此三軍儀隊撤離堂體儀式 最快將在年底實施 3D新聞張部位羅佩裕台北採訪報導 超級正常專注通收案 大約 超級正常真正的 超級正常部的市場合作